夜凉如水 万籁俱寂 清冷的月光下 一个黑影悄无声息地攀上朱园外家的墙头 鬼鬼祟祟地朝着院内张望 确认四下无人 那黑影纵身跳进院子 顺着墙根捏手捏脚往正房摸去 没过多久 一声淒厉的惨叫打破了夜晚的夜 夜晚的宁静 熟睡中的家人 奴仆纷纷被吵醒 一睁眼就听到了朱园外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快来人啊 赶紧掌灯 家里遭贼了 哎呦喂 疼死我了 等管家刘青带着几个家丁赶到时 那朱园外正满脸金黄地坐在床上痛苦呻吟 老爷 您这是怎么了 哎呦 刘管家 你来得正好 快 快看看我这腿 看腿 尽管满脸问号 刘青还是连忙上前一步 等他借着烛光看清眼前的情形后 他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原来朱园外的大腿不知被谁割了一刀 而可怕的是 这一刀似乎还削去了一块皮肉 伤口此时正鼓鼓往外冒着鲜血 看得人触目心惊 老爷 这是 我 我先给你止血 这刘青早年是个武师 养成了随身携带金创药的习惯 当下来不及多问 连忙从怀里掏出个小瓷瓶 拔开木色将里面褐色的药末 撒在大腿的伤口上 接着又撕开一张布条 熟练地将伤口包扎好 血总算是止住了 朱园外的脸色稍稍缓和了些 他心有余悸地问道 你们刚才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 没有啊 只是老爷的房门倒是开着的 众人纷纷摇头 朱园外只得无奈地摆摆手道 那行吧 没事了 大伙都回去睡觉吧 刘管家你留下 我有话和你说 等其他人走后 刘青连忙低声寻问道 老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朱园外沉声道 有人要杀我 刚才我睡得正香 突然一阵剧痛将我从梦中惊醒 等我一睁眼 就看见一个黑影 慌慌张张窜了出去 然后 你们几个就赶了过来 哎呦 这伤口你也见了 那人在我腿上割的这一刀 连肉都给削去了 下手可真够狠啊 说完 朱园外又被痛得直吸凉气 刘青的面色也凝重起来 又追问道 那老爷 你有没有看清那人的长相 没有 我当时被痛醒后 整个人浑浑噩噩的 只看到黑影一闪 那人就冲出门外消失不见了 刘青沉吟半嗓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隧道 老爷 不对啊 如果那人要取你性命 为何不直接朝你胸口来一刀 那样 岂不是更致命 细细一想 朱园外 也觉得 这话有些道理 于是 二人 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 可是推测了各种可能性 却都完全不得要领 朱园外 腿疼得厉害 很快失去了耐心 白白手道 算了 我们也不要在这里下菜 等天一亮 你赶紧去衙门报关 就说有人闯进家里杀人未遂 让衙门派人去查吧 是 老爷 刘青恭恭敬敬地退了出去 四日一早 刘青去了衙门 但没过多久 他又垂头丧气地折了回来 朱园外 盲问是怎么回事 刘青面有难色 支支吾吾地说道 我按老爷的吩咐 将昨夜有人入室杀人未遂地经过 说了一遍 谁知之县大人 听了并不十分上心 只是随意问了我几个问题 朱园外连忙问道 他都问你什么了 刘青道 他问我 你家老爷平时做人如何 是不是为父不仁 招惹上了什么仇家 朱园外一听 气得吹胡子瞪眼 阵阵有词道 我朱某人 虽不敢自称善人 但也跟为父不仁 这四个字不沾边呢 就是啊 我也是这样讲的 我还告诉支县大人 说老爷你上个月 还在县里办了好几个周场 师周救济穷人 怎么就成了为父不仁了呢 嘿 你猜哪支县怎么说 他竟然问我 你家老爷师周 有没有师肉啊 听到这里 朱园外的眉毛 都皱成了一团 刘青继续道 我当时就愣住了 然后就跟他解释 我说这师周啊 就是让饿肚子的穷人 吃顿饱饭 哪里还有舍肉的 谁知那支县大人 想了想却说 谁规定的不能舍肉啊 你家老爷不就是没舍肉 才惹来祸端吗 要不然别人都上门来了 为何不直接要他性命 反倒在他腿上 割去一块皮肉 这不就是提醒他 师周要舍肉吗 最后啊 这支县还说案子 不用查了 让我回来告诉你 让老爷你买点肉 到十字路口 舍给穷人 这事儿没准就消停了 等刘青讲完 朱元外已经被气的话 都说不出来了 见他脸上阴沉得可怕 刘青试探着问道 老爷 现在怎么办 我看那支县 好像对富人没好感 衙门是指望不上了 朱元外没有立即回答 陈吟半嗓才冷哼道 衙门不管 那我们就自己查 刘管家 从今天起 家里的事 你别操心了 只管全力追查此事 领了这个差事 刘青简直是欲哭无泪 东家他自己也只是 看到一个黑影 可以说毫无线索 茫茫人海 要去哪里追查 可不管怎样 东家吩咐了 就得照办 刘青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只得在街上漫无目的的闲走 谁知这刚出门没多久 迎面就遇着个算命先生 那人看起来年纪不大 手里举着个旗子 上面写着 未卜先知四个大字 二人刚一对眼 那算命先生 却突然停住脚步 高深莫测地说道 这位大哥 我看你好像是有什么烦心事啊 刘青一听就来了兴趣 便随口应道 那敢问先生 你能看出我为什么心烦吗 算命先生 没有立即回答 上下打亮了刘青几眼 随即笑道 这有何难 在下若是推算得不错的话 你这是在找人 刘青大喜 就像落水之人 抓住了救命稻草 连忙问道 那先生知道 我要找的人在哪里吗 算命先生 哈哈笑道 我自然知道啊 真的吗 那你快告诉我 刘青急切地追问 却听那算命先生 又是哈哈一笑 然后托长音调道 天机不可泄露 这下刘青算是明白了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人家这是要银子呢 当下连忙从怀里摸出一块碎银色到他手里道 先生现在可以泄露了吧 哈哈 可以了 可以了 不过你这事儿 不便在大庭广众之下细说 咱们还是找个酒馆坐下慢慢讲 刘青有求于人 自然是满口应允 好在不远处就有一家小酒馆 二人进去找了个包间坐下 刘青不敢怠慢高人 叫来小二要了一桌子韭菜 那算命先生也不客气 韭菜一端上来便大吃大喝起来 刘青可没心情吃喝 在一旁小心翼翼地问道 先生 我要找人在哪里 现在可以说了吧 哎呦喂 活神仙 你就赶紧告诉我吧 这事儿我急着呢 算命先生一边往嘴里赛吃的 一边含糊应道 好好好 既然你着急 那我也不卖关子了 我告诉你 你要找的是一个黑衣人 此人夜入民宅 对你的主人不利 是也不是 先生果然神机妙算 那你知道 此人姓甚名谁 家住何处吗 知道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你快告诉我吧 算命先生一仰博饮进杯中的酒 然后盯着刘青道 这个嘛 天机 天机 哦 懂了 懂了 刘青连忙又从怀里掏出一块银子塞了过去 算命先生笑呵呵地收下银子 然后用筷子沾着酒水在桌上写下三个字 看着刘青问道 你可认得此人 刘青凑过去一看 惊道 徐广平 嘿 这人我认的呀 但先生你没搞错吧 真的是他吗 我怎么会搞错 赶紧让你家主人去衙门告关 只要派人去拿着徐广平 他家中定能搜出夜行衣和凶器 到时候铁正如山 由不得他不招任 好了 严禁于此 天机不可再泄露了 算命先生说完 打了个宝格 起身告辞而去 刘青愣住原地 刘青愣住原地 心中还有些疑惑 要说这事儿吧 原本一点线索都没有 为何这算命的什么都知道 果真是神机妙算吗 要是真的如他所说 这倒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自己可以轻松交差了 可那徐广平 他真的是凶手吗 不管怎样 总算是有线索 想这么多干嘛 赶紧先回去告诉东家吧 朱元外听了刘青的汇报 皱着眉头道 徐广平 这人不是个木匠吗 我跟他并无交集 这无冤无仇的 他为何要跑到我家给我一刀 难道是受人指使 刘青道 老爷 依小人之见 咱也别在这里瞎琢磨 我这就去衙门报官 让他们赶紧派人 去将徐广平抓回来 这一审问 不就什么都清楚了 不可 不可 朱元外连连摆手道 你忘记之前去衙门的事了 算了 不靠他们 所谓捉贼拿赃 咱们这次就先把人抓住 再把你说的那什么夜行衣 凶器都搜出来 连人带物证一并送去衙门 这样之见大人总没有别的话说了吧 还是老爷考虑周到 据我所知 那徐广平 只是个木匠 家里没啥人 小门小户的 我这就带几个人去将他抓来 行 去吧 哎呦 我这腿 朱元外挥挥手 又呻吟着躺回了床上 等刘青带着几个手下赶到徐广平家时 刚巧徐广平这天没活 正在家里闲坐 看见几个陌生人气势汹汹 闯了进来 正打算起身就被众人不由分说 反捡双手绑了起来 徐广平一边拼命挣扎 一边大喊道 哎 我说几位大哥 你们这是做什么 做什么 小子 你深夜闯入我们府中 对我家老爷做了什么你忘了 别嚷嚷 有什么话到衙门去说吧 此话一出 徐广平倒是瞬间安静了下来 刘青心里暗存 这是十之八九 还真是这小子干的 当下吩咐手下看好徐广平 自己则到里屋搜索起来 这徐广平家 就他和他妻子和氏二人 只是让刘青有些诧异的事 这和氏剑有人抓了自己的丈夫 竟然毫不在意 只静静地往床檐一坐 冷眼旁观 好像这事和他没半点关系 而更加奇怪的还在后面 和氏剑刘青在屋里东瞅瞅西瞧 突然开口道 这位大哥 你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啊 刘青点了点头 然后问道 我是在找东西 你知道我在找什么吗 刘青不过就随口一说 没曾想那和氏 却从身后拿出个包裹递过来道 你找那夜行衣和那把刀吧 给 拿去吧 都在这儿呢 刘青接过来打开一看 果然是自己要找的证物 当下也来不及细想 出门领着众人 先回去见东家 朱元外见人赃俱获 当下也顾不得腿痛 让人用轿子抬着 带着一干人直奔县衙 有人告状 县衙自然得受理 支线升堂 看着跪着的众人问道 谁来说说 这怎么回事啊 朱元外道 回大老爷 前夜有人闯入草民家里 我大腿挨了他一刀 这是我先前就让管家抱之过老大人 从衙门回去后 我们明察暗访 探访到凶手的姓名住址 现已将人带到 在他家里还搜出夜行衣一件 匕首一把 请老大人过目 支线新说 现在这关这么好当了吗 自己都不用操心 凶手和物证 竟然全都带到了 遂吩咐左右道 去把证物拿上 牙役的令 从刘青手里 接过包裹成了上去 支线解开一看 里面果然有夜行衣一件 匕首一把 看罢政物 支线又问道 如今凶手何在 在这儿呢 刘青连忙将五花大榜的徐广平往前一推道 禀大老爷 此人叫徐广平 是个木匠 哦 徐广平 现有人指控你夜入民宅 杀人未遂 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 回大人 是小人干的 见他承认得干净利落 支线也有些意外 心说这犯案的人 不都是要狡辩一番的吗 按下心中疑惑 支线继续问道 既然你都认了 那说说吧 你为何要杀朱元外 徐广平连连摇头道 不 小人没想杀人 也根本不敢杀人 我只是要他一小块肉 绝不会伤他的性命 小人这样做 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就算你没想杀人 可你持刀伤人是实情 你说 你有苦衷 那赶紧说吧 你有何苦衷 小人这样做是为了救我的妻子 小人的妻子犯有头疼病 每天痛得死去活来 请了很多大夫来看 都治不好 后来就有个算命先生告诉小人 说我妻子是被冤魂缠身 需要吃一个善人的肉 才能痊愈 先生还说 救 朱元外 就是个大善人 所以 所以 你就跑去在人家腿上割了一刀 支线力声断喝道 真是荒谬 割肉治病 这种鬼话 恐怕连你自己都不信吧 徐广平连忙磕头道 我说的都是实话 大人若是不信 可以将小人妻子带来一问便知 小人的邻居 崔先生 也知道实情 支线道 崔先生又是什么人 回大人 崔先生 他叫崔岩山 是个算命先生 我妻子被冤魂缠身 就是他告诉小人的 这事崔先生最清楚 大人只需将他带来问话 便知道小人没有说谎 来人哪 支线吩咐左右道 去把徐广平的妻子和那什么崔先生 一并火速带来问话 时间不长 二人便被相继带到 支线抬眼一看 这和事倒有几分姿色 不过眼神眉梢 透露出轻挑 一上的公堂 两只眼睛四处乱瞅 再看那崔岩山 似乎胆子很小 这会儿跪在地上 浑身上下指不住地颤抖 一看这光景 直现暗响 这算命先生还没问话 就一副做了亏心事的样子 肯定比较容易突破 郑玉开口 却见堂下跪着的刘青 突然指着崔岩山 惊讶道 你 你不是那个算命先生吗 怎么 你们俩认识啊 回大人 也算不上认识 只是徐广平是黑衣人的事 就是他告诉小人的 支线一听 这事越来越怪了 想了想便问道 崔岩山 徐广平夜入民宅 割了朱园外一刀 这事是你背后指使的吧 崔岩山见父母官这样问话 身子抖得更加厉害了 半天才支支吾吾地说道 不 不是我指使的 这都是何时指使的 说完还瞅了跪在一旁的何时一眼 支线皱着眉头 突然断鹤道 到底怎么回事 赶紧详细招来 这崔岩山原本就两股战战 这会儿又被这一声断鹤吓得不轻 当下便口不择言道 是他 是他 看着他这副窝囊样 一旁跪着的和室 却不知为何动怒了 只见他转头指着崔岩山破口大骂道 好你个姓崔的 你还是个男人吗 跟老娘偷吃的时候那胆可肥了 怎么一上公堂 就像老鼠见到猫似的 怕成这个样子 你扪心自问 这是能全怪我吗 再说了 你不是向我保证 说只要弄死徐广平就娶我吗 怎么事到临头一点担当都没有 还把脏水一股脑全往我身上泼 就你这德行 叫我怎么依靠你 哎哟 我的命好苦啊 这何事说着 竟然在公堂之上嚎啕大哭起来 先前崔岩山说得含含糊糊 众人听得云里雾里 可现在何事这几句话 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于是全转过头去看徐广平 似乎想看看他头上是不是在冒绿光 就在这时 直线又一拍荆堂木立声喝道 大胆泼腹竟敢搅扰公堂 来人拖下去重打三十大板 几个牙役正要上前动手 那何事却止住哭声 连连磕头告饶道 大人别打了 民妇什么都愿招任 支线让牙役停手 那何事怨恨地看了崔岩山一眼 随即便竹筒倒豆子 将案情背后的隐情详详细细 说了一遍 原来 这何事虽然嫁给了徐广平 但心里一直非常嫌弃 觉得丈夫赚不了几个钱 人长得也不好看 又因他只要一出门 多则十天半月 少也要三五天 何事时常独自在家 久而久之 便和住在隔壁的崔岩山沟搭上了 要说这崔岩山 别看他在公堂上是这副模样 平日那可是油嘴滑舌 能说会道 每天用甜言蜜语 把何事哄得心花怒放 人长得也比徐广平强 所以比起自己的丈夫 何事自然更喜欢这个情人 二人私混久了 就生出要做长久夫妻的想法 可何事毕竟是有夫之妇 怎么办呢 两人商量后 便想出了一个计策 要以退为进 逼着徐广平主动休妻 自那以后何事就开始装病 整日躺在床上 什么家务活都不做 徐广平干活一回来 他就故意又哭又喊 说头疼得厉害 见妻子如此痛苦 徐广平是心疼不已 不惜花费钱财到处求医问药 可是再好的医生 也治不好一个装病的人 所以徐广平的银子花去不少 何的病却越来越重 见时机成熟 这天何事便假惺惺地对他说 我这病啊 只怕是要拖累你了 你不如趁我现在还没有病入膏肓 把我改嫁他人 这样一来 你可以得些银子 日后也好重新娶妻 省得我死后 你还得花钱安葬 谁知徐广平却是各时心眼 听后连连摇头流着眼泪道 娘子啊 我们是结发夫妻 岂能无事与你同床 有病便将你改嫁呢 我宁愿你死后砸锅卖铁将你厚葬 也绝不会做出这等无情无义的事来 何事的假意 却换来徐广平一片真情 催和二人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但很快又商量出一条毒计 这天何事又对徐广平顺 听说隔壁的崔先生算命很是灵验 要不你去找他来看看 兴许比医生管用呢 对妻子的话 徐广平无不言听计从 当下便去将崔岩山请到家里 崔岩山装模作样掐算了一番 然后就说合适的病是因为被冤魂缠身 只有吃一块人身上的肉才能好 他话还没说完 徐广平已经跑到厨房拎回来 一把刀 撸好袖子就要从自己身上割肉就戚子 一见着架势 崔岩山吓了一跳 赶忙将他拦住 骗他说只有善人的肉才有效 然后还有意无意的暗示 本县的朱元外就是个大善人 他们这样做 无非就是想骗徐广平去朱元外家 按他们的猜想 朱元外家高强大院 又有那么多家丁 只要徐广平这一去 十之八九会被抓个现行 当然 还极有可能被当场打死 退一步讲 即便没被当场打死 他深夜携带历刃私闯民宅 扭送到衙门也得做好几年大牢 如此一来 何事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改嫁了 果然 旧妻心切的徐广平信了他们的谎言 只是让崔和二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能够全身而退 一计不成 再生一计 那崔岩山打探到刘青在查访此事 便假意在街上和他偶遇 借算命之说 把徐广平给推了出来 之后 刘青果然带人来抓徐广平 这和氏还担心不能定丈夫的罪 主动把那个装着夜行衣和匕首的包裹交了出来 眼看奸计得逞 二人正暗暗高兴 可还没高兴多久 衙门就来人将他们也一并带到了公堂 只是让和氏使料不及的是 那崔岩山的胆竟然这么小 一上公堂便露出马脚 还把所有的事往自己头上推 一气之下 他也索性全盘招任 听了和氏的交代 众人纷纷朝徐广平投去同情的目光 就连受伤的朱元外 此时内心深处都不愿意怪罪他了 案情真相大白 知县当唐断暗道 崔岩山与和氏通奸有染 道德败坏 且三番两次遇至徐广平于死地 奸计虽未得逞 但杀人之心已起 其罪当诸 徐广平夜闯民宅持刀商人 原本该判你屠罪 但本官念你是因旧妻心切 才会听信荒谬之言 以致著成此错 说起来 也算情有可原 本官就判你到朱元外家为奴三年 本案到此了结 我们的故事也到了尾声 但值得一提的是 徐广平在朱家服役期间 因同情她的遭遇 朱元外并没有为难她 不仅如此 等到三年期满 朱元外还将家里一个贤惠勤劳的丫头 许配给了徐广平 另外又赠了她一笔银子 帮助他们开始新的生活 明朝末年 在傅平县青阳镇内有一个侨夫名叫李二强 他憨厚老实 是村子里出了名的热心肠 知道谁家遇到了困难 都会第一时间出手相助 因此在村里人员很是不错 李二强出身普通 父亲李福是一名出色的瓦家 母亲王翠芝性子柔弱 由于丈夫对他疼爱有加 所以自打结婚以来 从来没有干过脏活累活 每天只需要留在家里收拾家务就好 可就在李二强五岁那年 父亲在做工时一个不小心从高处跌落 等到工友们发现时早就没有了气息 当王氏见到丈夫的尸身后 不禁哭得死去活来 如今家里的顶梁柱倒了 而且孩子还这么小 他一个弱女子可该怎么过呀 乡亲们见他们母子俩可怜 便帮着王氏将丈夫下葬了 如今家里断了收入 母子俩只能靠着曾经的积蓄艰难度日 不过这钱总会有花丸的一天 王氏便打算找份工活来维持生计 后来在乡亲们的介绍下 王氏便接了些女工回家去做 虽然挣得不多 但是也够母子俩维持温饱了 自打王氏丧夫之后 村子里的单身汉便经常会主动上门追求于他 要知道王氏虽然成婚多年 但他仍然是风韵犹存 所以在村子里便有了不少的追求者 不过王氏却对他们视而不见 这可把单身汉们给急坏了 邻舍张阿婆见王氏如此的固执 便对他劝说道 翠之 如今大福已经不在了 你一个女人过日子属实艰难 更别说还有一个半大的孩子 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你还是尽快找个好人家嫁了吧 王氏知道张阿婆是为他好 不过王氏却摇头道 阿婆的好意翠之之道 虽然我的丈夫离世了 但我曾经答应过他 这辈子只属于他自己一人 所以就没有改嫁的想法了 只盼着能把儿子平平安安的养大就好 文言张阿婆也是摇头轻叹 没想到王氏竟然如此的痴情 于是张阿婆也不好再劝说 只能是平时多过来接济下母子俩 以表心意了 就这样王氏便独自一人将儿子给抚养长大了 这些年来多亏了乡亲们的帮助 母子俩这才能够挺过最艰难的时刻 所以王氏便经常教导儿子 要多去帮助乡亲们来报答昔日的恩情 李二强如今长得人高马大 一身力气大的惊人 平日里砍起柴来要比别人多上一辈 在他的辛苦劳作下 母子俩的日子也是渐渐好过了起来 再也不用喂吃不饱穿不暖而发愁 看到儿子也到了试婚的年纪 王氏便打算为他说上一门婚事 于是王氏便找到了村里的留媒婆 这里留媒婆在这十里八村的很是出名 基本上是说一对就成一对 乡亲们都说他这是月老下凡 于是王氏便买了些礼品来到了留媒婆家里 此时这里已经挤满了人 这一打听 竟然都是来此为孩子说媒的 而且大家还自发地排起了长队 王氏哪里会想到是这副场景 于是他只好乖乖地排在了最后面 待到接近五十 这才轮到王氏开口 王氏赶忙说道 刘大姐 还请你为小儿说上一门亲事 到时候妹妹定有重谢 可留媒婆却一脸平淡地说道 家里能拿出多少彩礼 文言王氏一愣 随后便不好意思地说道 家里条件差了些 最多能凑出二两银子 听到王氏的话 留媒婆不禁眉头紧皱 只听她开口道 二两银两 连个寡妇都娶不到 妹妹你不会再跟我开玩笑吧 文言 王氏不禁一脸地无奈 要知道先前家里一贫如喜 为了维持生计 母子俩只好跟乡亲们借钱过日子 这两年儿子才砍柴还完了债务 能够剩下二两银子就不错了 见到王氏不像开玩笑的模样 刘媒婆继续说道 邻村张老汉家里有个女儿 如今刚到破瓜的年纪 她家非但不要彩礼 还会拿出一只羊 作为陪嫁 不知你可否愿意 文言 王氏心中一喜 不过她转念一想 若是有如此好事 估计这追求者都会挤破了脑袋 怎么还会留到现在 这里面定然有蹊跷 于是 王氏便问道 刘大姐 不知那张小姐可是有什么问题 刘媒婆点头道 此事我也不瞒你 那孩子早些年前因为一场大病给烧坏了脑子 如今的智商也就只有几岁 不过此女夫白貌美 去回去传宗接代不成问题 文言王氏恍然大悟 他就知道这天上掉馅饼的事没那么简单 于是王氏便说道 刘大姐 此事我还需回去问问儿子的意思 到时候我再给你答复 说罢王氏便离开了 等到傍晚时分 儿子砍柴回了家 王氏这才将他喊到身边问道 儿啊 你也老大不小了 娘打算为你说个媳妇 不知你可否愿意 文言李二强却摇头道 娘 就凭咱家这条件 估计不会有女子肯嫁过来 等儿子日后有了出息再说吧 王氏说道 今日我去问了刘大姐 据说张老汉家里有个女儿不要彩礼 还陪送一头羊 此女生得貌美 只不过智商有些问题 但传宗接代还是可以的 李二强听出了母亲的意思 他连忙开口道 娘 孩儿现在还不打算成家 孩儿想着出去闯荡一番 等孩儿日后有了大本事 挣到了钱 一定给你娶个贤惠的儿媳妇回来 文言王氏也不再多劝 既然儿子有他自己的想法 那就随他去吧 或许他日后真的能成功 也说不定 其实李二强野心很大 今日母亲的为难也刺激到了他 于是李二强便决定外出创业 不能一辈子都做个侨夫 他要学着做生意 要成为那人人羡慕的人上人 在得到母亲的支持后 李二强便带着家里的二两银子来到了城里 开始创业 他打算去店铺里找一份打杂的工活先坐着 这样平日也能学些经商的知识 等到时机成熟便可以自己创业了 虽然他的想法不错 但是仅仅第一天他就碰了钉子 他接连找了许多家店铺 却没有一家愿意收下他 要知道在店铺里打工也算是个好差事了 多少人都想着挤进去都没有机会 见到没有人肯要自己 李二强也没有气馁 他便学着周围的小贩 从外面低价买来些物件再高价卖出去 为此李二强还专门买了一个贬单 挑着摊子就在城里叫卖 可是几天下来 根本就没有卖出几件东西 可是身上的银两却所剩无几了 李二强见到自己创业失败 心中也是充满了苦涩 他没想到看起来很简单的事 做起来竟然这么难 他想起自己之前在母亲面前立下的誓言 不禁心中一阵酸楚 所以现在李二强只好乖乖回家砍柴 打算等攒些银两再来创业 可就在李二强回家的路上 一个意外的善举 却给了他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李二强为了省些脚力 便打算从树林里的小路穿过 可他走着走着 突然被一只脚给绊了一跤 导致担子上的货品全都散落一地 李二强回头看去 只见一个老伯竟然晕倒在了草丛里 李二强心中大惊 连忙跑上前去查看 他用手在老伯鼻子下面试探 幸亏老伯还有气息 于是李二强便背起老伯就朝着城里的医馆赶去 在郎中的医治下 老伯终于是睁开了眼睛 李二强开口道 老伯 不知你家在何处 我这就送你回去 老伯见到是李二强救了自己 心里很是感动 连忙拉着他说道 小伙子 今日多亏了你呀 否则老夫可就凶多吉少了 李二强咧嘴笑道 老伯客气了 小子既然遇到了 自然是不能不管 老伯还是快些回家吧 莫要让家人担心了 话音落下 李二强便搀扶着老伯朝着家里赶去 在二人的交谈中 李二强这才知道老伯姓刘 是城里出了名的老裁缝 据说就连城里的达官显贵都会特意找他裁剪衣服 可见他的记忆有多高超 因此很多人都想要跟随柳才凤拜师学艺 可是柳才凤这些年来从未收下过一个徒弟 据说他是要将手艺传给自己日后的女婿 说起这是来 其实柳才凤的女儿比他更要出名 他的女儿名叫柳思思 是当地有名的美人 这店里有着一半的客人 都是为了看他而来 可是柳才凤对女儿管教很严 从来不让他跟别的男子接触 生怕女儿被那些别有所图的男人占了便宜 他要亲自为女儿挑选个好女婿 很快 二人便来到了铺子里 刚一进门 便见到柳思思飞奔而来 此时 他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因为柳才凤说了中午就会回来 眼看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却仍然不见父亲的身影 他心里早就担心得不行 见状柳才凤连忙安慰女儿道 莫要担心 今日多亏了你二强哥我才能回来 快去拿二十两银子过来 给你二强哥 文言柳思思就要去取银两 可里二强连忙开口道 柳伯莫要如此 小子就你可不是贪图你的银两 柳伯既然到家了 那小子就不多留了 说吧 李二强便急匆匆地离开了 见状柳才凤微微一愣 如今像他这样品行端正的年轻人不多了 而且他与自家女儿的年纪相仿 柳才凤心中不禁有了一个决定 于是柳才凤便赶忙追了出去 李二强以为柳才凤是为了给他银两而来 脚下的步子是越来越快 柳才凤费尽了力气 这才追上他 只听柳才凤说道 二强 你再跑快点 我这条老命可就搭上了 我追你 不是为了那银两的事 我打算收你为徒 不知你可愿意 文言李二强大喜 他二话不说 就跪在地上磕头道 二强给师父磕头了 二强一定会加倍努力 绝对不会辜负师父的厚望 见状柳才凤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 于是便拉着李二强回了铺子里 柳思思为了感谢李二强的恩情 便亲自下厨做了一大桌的饭菜来款待他 还为二人打来了美酒 师徒俩是越喝越起劲 一直喝到深夜这才睡去 于是李二强便将这好消息告诉了母亲 王氏知道心中大喜 连忙嘱咐儿子要用心学习 将来有了记忆在身 那可就一辈子吃喝不愁了 就这样李二强开始跟着师父学习裁缝手艺 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虽然他天赋平平 但是李二强却十分的努力 即便是到了深夜都在研究师父传授的记忆 看到李二强如此坚持 柳裁缝心中也很是满意 转眼间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在李二强的努力下 如今他的记忆已经超越了许多的裁缝 虽然比不上自己师父 但也差不太多了 只不过欠缺些经验而已 于是为了让李二强能够尽快出师 这店铺里的生意 基本上都会让李二强来做 一方面是为了锻炼他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他打出些名气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 李二强和柳思思之间 也是产生了些莫名的情愫 再加上柳裁缝的故意撮合 二人便就剩下那张窗户纸 没有捅破了 柳裁缝通过这半年来的观察 对李二强是越看越满意 于是这天他特意把二人 喊到身前说道 二强 你也老大不小了 是时候该娶妻了 恰好思思与你年纪相仿 倒不如你们二人凑成一对如何 文言李二强心中大喜 而柳思思则是害羞地低下了头 只听李二强开口道 师父放心 我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思思的 绝对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 柳裁缝望着女儿说道 思思 你二强哥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知你可愿意 文言柳思思 害羞地点了点头 见状柳裁缝不禁大笑道 如此甚好 既然这样 我便做主为你们定下婚事 下个月就为你们完婚 自打捅破这层窗户纸之后 二人之间的关系便更进了一步 感情是急速地升温 可是让二人没有料到的是 一个意外的出现 却改变了二人的命运 这天李二强来到了 承西头送衣服 等到他回到铺子里一看 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暴跳如雷 只见师父晕倒在地 而思思正被几人拉扯着 欲要出去 见状李二强连忙上前阻止 可是几个壮汉却将他给拦了下来 其中一个尖嘴猴腮的人开口道 你小子莫要找事 这可是顾公子看上的人 若是你再敢阻拦 看我不把你腿打折 可李二强却怒喝道 我管你什么顾公子 敢动我的未婚妻 看我不好好收拾你们 文言 此人微微一愣 这才知道李二强的身份 既然如此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于是李二强便与几人扭打在了一起 可李二强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就被打晕在地无法动弹了 只能任由思思被带走 等到师徒二人醒来之后 李二强便打算去报官 可是柳裁凤却摇头道 这顾家和县令串通一气 报官根本就不管用 此事只能靠我们自己 文言李二强心中大惊 没想到这顾家竟然如此厉害 一想到思思 现在的处境 李二强就心急如焚 于是他来不及犹豫 便来到了顾家 李二强没有傻到横冲直撞 而是趁着天黑从外墙给翻了进去 他装作是新来的下人 通过打听 终于是找到了关押思思的房间 此时屋内正传出思思的呼救 李二强一脚就踹开门闯了进去 只见一个傅家公子正在对思思欲行不轨 气急之下李二强连忙上前阻止 很快这里的动静就引来了顾家的侍卫 李二强便被暴打了一顿给扔到了后山 顾家还扬言他若敢再来就要他性命 李二强气得垂胸顿足 眼看自己的女人就在眼前他却无能为力 此时他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可就在这时 一个老乞丐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前 只听老乞丐开口道 恩公可是遇到了男士 小仙 这次是特意回来报恩的 闻言李二强 微微一愣 不知道这老乞丐究竟在说什么胡话 见到李二强不相信自己 老乞丐便继续说道 恩人在几年前曾经救过一只落难的狐狸 那便是我的孙女 我胡仙一族向来恩怨分明 所以恩公若有需求 我胡仙一族定会相助 听到老乞丐的话李二强大惊 没想到这老乞丐竟是传说中的胡仙 于是他便跪在地上恳求道 还请胡仙大人救救我的妻子 他被那恶霸给抓走了 无论什么条件我都愿意答应 只听老乞丐说道 此事我胡仙一族不方便直接出手 不过老夫有意宝物相赠 有了这宝物恩公便能救出妻子了 说吧老乞丐就掏出了一颗珠子 当李二强得知珠子的作用后不禁大喜 连忙对着老乞丐叩拜道谢 随后便趁着夜黑再度来到了顾家 按照之前的记忆 李二强便来到了思思的屋外 此时屋内正传出阵阵的水声 李二强偷偷一看 发现是思思在水缸里洗澡并没有别人 于是李二强便赶忙推门进去了 柳思思以为是顾公子来了 连忙拿起一旁的剪刀抵在自己脖子上 可等他看清来人后不禁失红了眼眶 柳思思为了不被电污便以死向逼 那顾公子为了占有他 便扬言要去抓来他的父亲威胁他 柳思思为了保护父亲只好同意嫁过来 明日就要入洞房 文言李二强连忙拿出了珠子 这珠子可以攻击别人的灵魂 所以只要柳思思将珠子戴在身上 就不怕那顾公子的威胁了 柳思思心中大喜 不禁生出了一丝希望 可就在此时 门外传来了那顾公子的声音 柳思思连忙说道 不好 二强哥你赶紧躲到水缸里 于是李二强便连忙藏好 随后那顾公子便推门而入 见到柳思思出狱的模样不禁血脉喷张 便上前准备占有他 就在这时 那颗珠子突然射出一道白芒 只见那顾公子就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见状柳思思心中一喜 连忙让李二强离开了顾家 随后柳思思便喊来了顾家人 说是顾公子晕倒了 于是顾家人便连忙请来了郎中 为他医治 可是接连请了不少的郎中 却都无法查出顾公子的病因何在 直到第二日中午 顾公子终于是醒了过来 可自此之后 他就变成了只会傻笑的傻子 或许这就是他的报应吧 后来柳思思便被顾家放了回来 李二强终于是迎娶了思思过门 后来柳才凤便将店铺交给夫妻俩来打理 在二人的努力下日子是越过越好 就连王室也被接到了城里享福 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明朝末年 在徐州府进安县内有一个叫李福生的男子 他为人憨厚老实 平日里靠着上山砍柴为生 李福生的父亲去世的早 这些年来他都是由母亲王室一手带大的 王室性子柔弱 跟外人说话都是细声细语的 从来没有大声过 所以这些年来 母子俩可没少受欺负 如今李福生长成了一个壮硕的大小伙 由于每天砍柴 这力气更是大的惊人 所以母子俩的生活终于是改善了许多 这些年下来 李福生攒了六七两银子 正好够他娶个媳妇了 于是母亲王室连忙托梅人给儿子说梅 要知道以前梅人也没少给李福生说梅 可是人家姑娘听到他的家境全都拒绝了 这可把王室愁坏了 可这次让王室意外的是 过了没几天 梅人就传来了喜讯 说是邻村张老汉家里还有个小女儿彩蝶 没有出嫁 恰好今年刚刚到了破瓜的年纪 见到李福生憨厚老实 是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 所以张老汉才打算把女儿嫁过来 李福生知道后心中大喜 他之前与彩蝶有过几面之缘 子女温柔贤惠 若是娶回家来 定然能做个好妻子 于是第二日上午 李福生就买了些礼品 去张老汉家提亲去了 张老汉待他也很热情 中午还留下李福生喝起了酒 张老汉笑道 福生 日后你可要好好对待彩蝶 就凭我家彩蝶的容貌 彩礼最少也要十两银子 不过看在你能踏实过日子 彩礼给六两就够了 文言福生大喜 他连忙应道 多谢张老伯 等明日我就将银两送来 到时候也早些迎娶彩蝶过门 听到李福生的话 彩蝶不禁害羞地低下了头 见状张老汉大笑道 看你那猴急的模样 既然如此老头 我成全了你们 等明日彩礼送到 我就为你们挑个良辰吉日 把婚事办了 文言李福生激动得脸色通红 连忙端起酒杯给张老伯敬酒 二人是越喝越尽兴 一直喝到了傍晚 这才结束 李福生激动地回到了家 刚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 不料却见到母亲晕倒在了地上 这可把李福生给吓坏了 于是李福生连忙去请了郎中过来 在一番检查之后 郎中却皱眉道 你母亲这病很是棘手 需要花费不少的银两 就你们这家境恐怕承受不住 依我看你还是放弃吧 文言 李福生猛然一惊 可他连忙说道 还请神医出手相救 银子的事我来想办法 求求神医一定要治好我娘 见到李福生那坚定的目光 郎中心里很是感动 于是他便开始为王室医治 许久之后 王室的病情终于得到了控制 不过据郎中所说 之后的日子里 王室每天都要服用汤药 绝对不能中断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可仅仅这一次的治疗 就花费了五两银子 望着家里 仅剩的一两多银子 李福生心中很是无奈 也不知张老伯 还是否愿意 把彩蝶嫁给自己 李福生本不想将母亲的病情说出来 可指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当王室了解到自己的状况后 不禁捂住脸嚎啕大哭 王室开口道 儿啊 都是娘拖累了你 这可是你娶媳妇的银子 都用在我身上 你可咋办呢 李福生连忙安慰道 娘你别担心 明日我就去和张老伯说明情况 说不定张老伯会答应的 在李福生的不断安慰下 母亲的情绪总算是稳定了下来 到了第二日 李福生便和张老伯说明了情况 可李福生话说到 一半就被张老伯赶了出来 张老伯怒喝道 没有银子也敢娶我的女儿 以后我张家不许你踏进半步 看到如此狠利地张老伯 李福生的心中 也很不适滋味 没想到他竟然如此的不讲情面 见状李福生只好转身离去 当王氏得知此事之后 便又拉着李福生痛哭了一场 若不是自己病了 儿子现在可就娶上媳妇了 为了让母亲能够安心养病 李福生便再也没有提过娶媳妇的事情 他为了治好母亲的病 偷偷地在城里又找了一份苦工 每天回到家后都会累个半死 不过在母亲面前 他却装作轻松的样子 这天 李福生正准备外出做工 突然见到村里的不少男子 朝着村口跑去 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李福生便拦下一人问道 兄弟 你们着急忙慌过去做什么 只听此人说道 你竟然连此事都不知道 据说村口来了个绝世美女 打算定居在这里 所以大家都想着过去试试运气 看看谁能抱的美人归 说罢此人便急匆匆地离开了 见状李福生不禁一阵苦笑 就凭他现在的家境 一般的女子都看不上他 更别说这种绝世美女了 所以李福生便接着去做工了 这些天来 李福生可没少听到这女子的事情 据说她是从南方逃难而来的 名叫周妹 今年还不到二十岁 还没有成过亲 可是缘分这东西十分奇妙 一次偶然的相遇 让李福生和周妹有了一段不解之缘 这天 李福生从外面做工回来 就在他路过一处河边时 却见到了让他气愤的一幕 只见几个男子正在那调戏梁家妇女 那为首的男子李福生认识 正是邻村的败家子张顺 张顺的父亲是做不辟生意的 这些年来赚了不少的银两 而且就张顺这么一个独子 所以从小就对张顺十分的溺爱 张顺仗着家里的财富在村子里横行霸道 欺男霸女奈都是常事 而且还经常混迹赌场 手底下还收了一些小弟做跟班 所以乡亲们见了他都会躲着走 谁也不敢招惹他 只听张顺吟笑道 没想到这破村子里竟然还有你这种美人 老子今天可走了大运了 只要你把我伺候好了 以后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这女子正是刚刚搬来的周妹儿 见到张顺那一脸的坏意 周妹儿不禁眉头紧皱 她开口道 小女子还不打算嫁人 还请公子莫要在此纠缠 否则小女子就要喊人了 文言 周妹儿心中一紧 看这张顺嚣张的模样 想必在村子里 定然有着一定的威望 为了保护自己 周妹儿连忙朝着周围的男子呼救 要知道这些男子都是过来追求他的 想必会为他出头的 可是周妹儿却发现 这些人站在原地 一动都没有动 就连眼神都不敢看向他 见状周妹儿心中一惊 看来自己今日可要危险了 看到没人肯动 张顺更加嚣张地说道 本公子看上的女人还没有得不到的 来人啊 给我将她带走 今晚我可要好好享受享受 周妹儿奋力反抗 可是他一个弱女子 哪里是这些男人的对手 很快就被架起来准备带走 可就在此时 李福生突然赶到 两下子就把周妹儿给夺了过来 李福生怒喝道 好你们几个大男人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强强民女 若想带走她 便先要过了我这关 张顺冷声说道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既然你愿意为她出头 那今日我就让你看看 招惹我的下场 说罢几人便缠斗在了一起 本以为仗着人多能够很快拿下李福生 不料这李福生竟然凶猛异常 几乎是一拳一个人 很快张顺几人就被他打晕了过去 见到张顺没有了反抗之力 周围的一大群男子 这才围上来对着周妹儿嘘含问暖 可周妹儿却再也不想跟他们有任何交集 反倒是对着李福生感谢道 还不知大哥姓名 小女子周妹儿谢过大哥 文言李福生连忙说道 在下李福生 妹子无需客气 以后若这登徒子再敢骚扰你 你就来找我 我定会为你出气 听到李福生的话 周妹儿心中感动 便拉着李福生回家吃饭 打算亲自下厨来感谢他 李福生本想着推辞 可是见到周妹儿执意如此 他只能是应下了 一顿饭下来 二人之间也熟络了许多 当周妹儿得知李福生的家境后 非但没有嫌弃他 反倒是对他钦佩不已 如今像他这样有孝心的不多了 于是周妹儿便有了一个决定 只听他开口道 不瞒李大哥 小妹打算在城里开一间豆腐房 不知李大哥可否愿意过来帮忙 挣了钱 你我二人平分 若是生意好起来 也许大娘的病就有救了 文言李福生心中大喜 他激动地说道 我当然愿意 我李福生是个粗人 没有那么灵光的脑子 但是我一身力气大的惊人 这苦力活我就都包了 见状周妹儿不禁笑道 既然李大哥同意了 那我们明日就去城里挑选店铺吧 李福生连连点头 没想到自己还能有做生意的一天 于是他连忙将这好消息告诉了母亲 文言王室心中大喜 一方面是李福生能够找到这份好的工活 另一方面就是李福生能够和周妹儿走得近一些 说不定日后就能取进门来呢 就这样二人便在城里盘下了一间比较小的宅院做铺子 平时李福生做什么活都是周妹儿来安排 他只管出力 二人配合得很好 刚一开业生意就十分火爆 这可把他们高兴坏了 周妹儿做出来的豆腐味道鲜美 而且价格也比较低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相貌太过美艳 所以一下子这小小的店铺就出了名 周妹儿更是被人称作豆腐西施 李福生虽然做得苦力活累了些 可是到了晚上数钱的时候 却浑身充满了力量 他没想到生意会这么火爆 如此一来母亲的病真的能够治好了 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李福生的心里已经深深爱上了周妹儿 只不过他却不敢开口表白 要知道就凭周妹儿这姿色 就算是城里的名门大家都能嫁进去 怎么会看得上自己一个穷小子 所以李福生只好把这份心思深深的埋藏起来 这天李福生刚刚送豆腐回来 便见到有一个富家公子正在调戏周迈 见状李福生瞬间就暴怒无比 于是他便准备过去教训一下此人 可李福生还没等走到此人身前 就被他的几名侍卫给拦了下来 李福生怒吓道 敢欺负我妹子 不管你谁家公子 我都跟你没完 见状周妹儿连忙过来说道 李大哥莫要如此 这位可是城里赵家的赵公子 能够被赵公子看中那是妹儿的福分 文言李福生心中大惊 这赵公子本名赵天 此人比起那张顺来可是嚣张多了 而且此人极为的好色 经常会强行霸占那些有姿色的女子 是城里的一大恶霸 以李福生对周妹儿的了解 像这种人他是最看不上的 为何今日却对这赵天变了态度 听到周妹儿的话 赵天不禁大笑道 美人如此善解人意 真是让我心中痛快 你放心 日后有我赵天护你 在这城里你就能横着走了 可周妹儿却摇头道 小女子不是随便的女子 若是赵公子真的对我有意 小女子愿意嫁给公子为妻 文言赵天微微一愣 要知道这些年来 她还从未娶过一个女子 都是晚几天就换了 为此爹娘可没少劝她娶亲 看到周妹儿如此的美艳动人 于是赵天便有了娶妻的念头 只听赵天开口道 既然妹儿你对我一往情深 我赵天定然不会负你 我这就回去和父亲说 过几日我就娶你过门 说罢赵天便带着人离开了 乡亲们听闻 豆腐西施要嫁给赵天这个恶霸 一个个的皆是为她惋惜不已 尤其是李福生 根本就想不出周妹儿为何会做此决定 可等到李福生前去劝说时 周妹儿却什么都不愿解释 只是默默地把做豆腐的配方给她留了下来 而且这铺子以后也要交给李福生 见状李福生只好默默地离开 望着李福生离去的背影 周妹儿不禁低声嘀喃道 李大哥 妹儿知道你对我的心思 若是这次我能活下来 我定然要嫁你为妻 好好的与你过日子 几日之后 赵家便吹锣打鼓地将周妹儿给接走了 望着周妹儿渐行渐远 李福生也无心在做生意 便关了铺子独自离开了 李福生一路来到了后山 坐在一棵歪薄树下独自发愣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悲伤 可就在此时 一道身影跌跌撞撞地朝他走来 李福生定睛一看 原来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伯 看他那摇晃的步伐 似乎是喝醉了一般 很快老伯就来到了李福生的身旁 李福生担心老伯跌倒 他赶忙上前将老伯给搀扶住了 不料老伯却对着他咧嘴笑道 年轻人 你看我像不像人呢 闻言李福生不禁一愣 这老伯看来还真是喝多了 怎么会问出如此吃傻的问题 于是李福生便开口道 老伯本就是人哪 老伯今日喝得太多了 不知老伯你家住何处 我这就送你回去 话音落下 只见这老伯浑身竟然绽放出金色的光芒 吓得李福生连连倒退 他哪里见过如此怪异的一幕 莫非是自己遇到神仙了不成 片刻之后 这金芒便没入到了老伯的体内 只见老伯的气色比起之前来更加红润了 老伯对着李福生行礼道 多谢恩公赐福 小仙定然会报答恩公 李福生震惊地说道 莫非老伯就是这山里的仙家 只见老伯点头道 老夫乃是黄仙一族 奈何天资愚钝 修行已有百年时间这才化作人形 文言李福生便说道 小子见过仙长 小子不过是随便说了一句话而已 哪里能奢求仙长的报答 可老伯却摇头道 小仙见你心事重重 倒不如说出来 或许我能助你一臂之力 文言李福生又想起了妹儿 于是便和老伯吐起了苦水 等到说完之后 老伯便掐指算了起来 可突然他开口道 不好 这姑娘大难临头了 恐怕活不过今晚 听到老伯的话 李福生心中大惊 连忙开口道 老伯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还请你一定要救救妹儿啊 老伯微微点头道 此事我不方便出手 不过我有办法助你 你且赴尔过来 此时的赵家早就挤满了 前来祝贺的客人 要知道赵家可是城里的大户人家 所以今天来的人 基本上都是在城里 有头有脸的人物 很快在众人的见证下 赵天便和梅尔拜堂成亲了 随后梅尔便在丫鬟的带领下来 到了洞房里等待 等到丫鬟离开后 梅尔却将身上的红装给脱了下来 他换上了一身丫鬟的衣服 随后便乔装打扮出了门 在一番询问之后 梅尔竟然来到了公共赵园外的房间 只见他掏出了一个小小的香囊 放在了公共的枕下 随后他便准备离开 可就在这时 赵园外突然推门而入 当他认出周梅尔时 不禁大惊道 你为何会在这里 周梅尔见自己暴露 索性就不再隐藏 他指着赵园外冷声说道 赵贵生 你仔细看看我是谁 赵园外仔细一看 随后便惊呼出口 你 你竟然找到了这里 周梅尔指着赵园外说道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今日 我就要为我的家人报仇血恨 说罢 周梅尔便从手袖里掏出了一把小匕首朝着赵园外赐去 可赵园外身后恰好有几名赵家的侍卫跟随 见到赵园外遇险 几人瞬间就将周梅尔给当场制服了 此时 赵天也闻声而来 见状不禁说道 原来你接近我是为了害我的父亲 来人哪 给我把他抓到地牢去 看我不好好地折磨你 文言周梅尔心如死灰 他本以为自己的计划万无一失 没想到还是暴露了 与其活着被折磨 周梅尔便打算找机会 一死了之 可就在此时突然一队官兵闯了进来 当场就将赵家人给抓到了官府 此时李福生已经在官府等待 他说赵园外手里有着数条命案 所以县令才将赵家都抓了过来 还不等赵园外解释 李福生就对着他打出了一道符咒 这符咒乃是先长所赐 可以让人短暂地失去神志 无论你问什么 他都会实话实说 于是李福生就示意周梅尔询问 周梅尔心中大喜 连忙说出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周梅尔是杭州周家的千金 父亲名叫周青山 是当地出了名的大善人 周青山靠着贩卖山货发家致富 他富贵之后经常会到处行善积德 赵贵生曾经在周家做过管事 周青山对他很是器重 不承想赵贵生却有着狼子野心 花高价聘请了一个毒师 毒害了周家全家 因此盗取了周家的财产远走高飞 不料周梅尔却活了下来 在符咒的作用下 赵贵生便招供了此事 县令也被赵贵生的罪行所激怒 所以赵贵生便被打进了死牢 而赵家这些年来的恶行也被查了出来 县令一怒之下 就把赵家给除名了 如今大仇得报 周梅尔便和李福生表明了心意 终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后来二人便一起做起了生意 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唐朝贞观年间 某地有个土财主叫康有成 家里有良田百姆 罗马成群 很是富有 但正如老话所言 有钱人都是抠出来的 这人平素就十分吝啬 跟人打交道是资猪必较 只要没有占到便宜 他都当自个儿吃了大亏 这年初春时节的一个傍晚 天空下着绵绵细雨 为了节省灯油 康有成吃过晚饭后便早早睡下 他有个习惯 每晚半夜时分 定要爬起来巡视一番 按说凭他家的财力 这种事自然有家丁奴仆去做 但是他为了缩减开支 并不愿意花钱请人看家护院 故此只能自己亲力亲为了 当晚 此时将近 丑时未到之际 康有成劈一起床 点起灯竹走出卧室 开始例行巡夜 当他走到前院 就隐约听到外面传来响动 这大晚上的会是什么人呢 他连忙打开大门查看 就见门口有个干寿老者 正在扑竹席 看样子是想在屋檐下避雨及过夜 这哪能成呢 康有成当即皱起眉头 挥手就要驱赶 谁知那老者 见到有人开门出来 竟然面露喜色 连忙上前拱手行礼 真是出门遇贵人 老朽赶路 不巧遇到雨下不停 道路泥泞难走 只因夜兰人静 本不敢叩门叨扰 不想还是惊动了老东家 不知东家可否行个方便 借老朽一席之地避避风寒 那时候国泰民安 天下太平 陌生路人借宿是常有的事 所以这老头先前见有人开门 立即洗行余色 心想主人家就算在不济 那怕只是给间柴房让他住下 那也有瓦片遮头 墙壁挡风 总比露宿街头强不适 殊不知遇上康有成这样的吝啬鬼 哪里会轻易与人方便 此时他正在心下嘀咕 嘿 这老头可真不长眼 屋檐下我都不想让你呆 你倒还妄想在我家借宿 于是十分不耐烦地摆摆手 我家又不是开旅店的 怎好留宿客人 你赶紧走吧 别在我家门口瞎晃悠 没想到会被一口回绝 那老者微微一正 面子上有些挂不住 不过很快恢复如常 又往前凑近一步说道 不满老东家 老朽见号假扮仙 是个算命先生 常在十里八乡走动 不知老东家可曾听说过 假扮仙 康有成觉得耳熟 细细回想 好像是听说过有这么一号人物 据传此人左眼失明 但确实有些真本事 但凡替人断祸福前程 多半都会应验 想到这里 他便举起灯竹查看 但见这老者的左眼 果然暗淡浑浊 毫无光彩 可即便他就是假扮仙 但是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 于是依旧不嫌不淡地说道 听说过又如何 见他态度冷淡 假扮仙不以为意 笑道 这样吧 你若让我寄宿一晚 老朽便免费给你算一挂 就当用挂金抵住宿费 不知你意下如何 康有成听后 便在心里权衡起来 反正下人住的房间大多空着的 既然他说算卦不用付钱 那留他住上一晚 似乎也并无不可 经过再三盘算 康有成认为这笔买卖滑得着 于是装着极不情愿的样子点点头 说 好吧 看你都几十岁了 出门在外也不容易 就按你说的办吧 那口吻 那神情 就像是卖给人家一个天大的人情似的 侧身把人让进来后 康有成就转头去拴门 却不知 假半仙 站在他身后 嘴角上 竟浮现出一丝音效 进屋落座 康有成思索片刻 随即便拿出女儿康芙蓉的羹帖 递给假半仙 我闺女今年就要出嫁了 你就算算她的婚姻如何吧 假半仙看过生辰八字 独眼微闭 口中激里咕噜念念有词 但含混不清 根本听不明白在说什么 但见他掐算良久 忽然猛地睁开眼睛 沉声说道 不好 康有成面色一领 盲闷 如何不好 假半仙叹息道 那就恕老朽直言了 令爱天生就是给人作妾的命啊 怎么可能 康有成文言十分不悦 当即出言反驳 芙蓉已经和槐树村的黄秀才定下婚约 有三枚六正 且婚期不日将至 嫁过去就是正妻 怎会天生就是作妾的命 你这老头 不是信口雌黄是什么 假半仙毫不惊慌 反而一脸严肃 压低声音说道 真话向来都难听 须知我从来不打狂语 既然你非要逼着老朽泄露天机 那我也只得勉为其难 给你指点迷津了 敢问东家 假如黄秀才早逝 到那时候 令爱成为寡妇在嫁 不给人当小妾 他还能当什么 不会吧 黄秀才身体不错 看起来不想短命之相啊 事事无常 若是没有时程把握 老朽岂敢轻易断言 四日雨过天晴 假半仙虽然一早就告辞而去 但康有成却依旧闷闷不乐 当天赐饭晚上吃过饭 他便如实将假半仙的断言 告知女儿 想听听 他是怎么想的 康芙荣听后悲从中来 呜呜音音哭过不停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嫁过去就做寡妇 这还让人怎么活呀 呜呜 我说闺女呀 光哭抵个什么用 爹爹问你 眼下可有什么打算啊 我能有什么打算啊 但凭爹爹做主 就是了 其实吧 在和女儿说 这件事之前 老谋深算的康有成心里 就已经有了一个想法 如今见他表态 于是顺手推舟说道 既然无论如何 都是给人当妾 与其到时候守寡在家 自贬身价 倒不如现在 就寻护富贵人家 给人做妾事 起码这样 你还能谋得个荣华富贵 衣食无忧 总好过以后成为寡妇 任凭人家挑挑拣拣的墙 当然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他可以从中得点实惠 不过这话 他是肯定不会说出来的 已经任命的康芙荣 听后倒是没有意见 只是心里有顾虑 话虽如此 可女儿毕竟和黄秀 才有婚约在 他们家岂能容我另嫁他人 康有成胸有成竹 这个你大可放心 爹爹自有安排 计较已定 康有成随后便 派人给皇家带话 声称 女儿突然恶极 且病情严重 因此要将婚妻延后 皇家不宜有诈 还送来不少礼品 慰问看望 但康有成找借口 没让来人见到装病的康芙荣 又过的一段时间 康有成再次给皇家带话 说女儿病入膏肓 郎中束手无策 已经不至身亡 因为是少年早妖 按当地风俗 不能操办后事 只得草草掩埋 又因他和黄秀才并未正式完婚 有诸多不便 因此下葬时不曾通知 如今女儿已入土为安 还请黄秀才早做打算 另则家偶 谁能想到生死大事里 还能有猫腻 故此 对于康芙荣的突然离世 皇家并未起疑 听闻噩耗 只是礼节性地说上几句节哀顺便 在这之后 黄秀才的老娘卧床不起 孝顺的她听信乌依之言 匆忙和别的姑娘定下婚约 火速将其迎娶过门 只为给病重的老娘冲喜 再说康有诚 糊弄完皇家后 她便悄悄带着女儿来到首县 这地方繁华富庶 多的是他们只能仰望的大富之家 在旅店住下不久 康有诚便找来衙婆商议 要她替给女儿巡护有钱人家 看到康芙荣姿色出众 衙婆当即打包票 让妇女俩安心等信 她找的人家 并能让他们满意 过得几天 衙婆果然来回话 说是有个父户 陈老爷正准备那切 只要姑娘入得了她的眼 要多少聘金都不在话下 康有诚大喜过望 立即让衙婆带女儿 去给那个陈老爷瞧瞧 事情很顺利 康芙荣天生丽质 陈老爷见了心动不已 衙婆便从中撮合 一番讨价还价后 陈老爷得到康芙荣这个美妾 康有成得到千两白银的身价 而衙婆则得到不菲的佣金 两头都有得赚 总之 他们是各取所需 皆大欢喜 只是不知任人摆布的康芙荣 接下来的命运将会是怎样 独自回到家里 康有成忍不住沾沾自喜 心说亏得那晚 自己死活 不愿收留假扮仙 不然他就不会提出免费算命 若是不算命 自己又岂能提前知道 女儿的命运 如果真把他稀里糊涂地 嫁给了黄秀才 自己又去哪赚这一千两 白花花的银子呢 老康啊老康 你真是精打细算 算无一策 太会过日子了 他是越想越得意 忍不住自个儿夸起自个儿来了 然而 让康有成猝不及防的是 他还没有高兴多久 康芙荣便哭哭啼啼地 被官府派人给送回来了 原来 那个陈老爷虽然家产万贯 但是个十足的七管言 当初把康芙荣收为妾室后 根本不敢往家里带 好在他家府地甚多 金屋藏交道也不难 于是便把康芙荣 偷偷安置在一处别院 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很快这事就被他正妻知道了 那女人无比度汉 当即带人冲到别院 把不知所措的康芙荣 狠狠地暴打一顿 之后更是要将他扫地出门 康芙荣无奈 只得望着站在旁边 战战兢兢的陈老爷 向他投去求助的目光 岂料他把两手一摊 一副爱莫能助的神情 随后便转头看向了别处 就这样 康芙荣被无情地赶了出来 因为人生地不熟 举目无亲 他只能流落大街 才过得一天便恶晕在路旁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他被寻接的差役救起 并带回衙门 了解完事情经过后 官府也不知该如何处安置他 新知陈家肯定是不能回去了 康芙荣便一再苦苦哀求 希望衙门派人送他返回原籍 要说他的运气也算不错 正巧有人要前往公干 于是顺路把他给捎带上了 非至一日 终于回到家乡 差役和官府交接完公事后 便说出康芙荣的事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这是当中的猫腻 只知他远嫁他乡 被正妻所不容 故此才灰溜溜地回娘家来了 为体现他爱民如子 当地支县当即派出两名差役 让他们牵着毛驴 亲自护送康芙荣回家 看到女儿竟和官府的人在一起 康有成被吓得脸都白了 以为女儿诈死毁婚的事 东窗事发了 好在这两名差役似乎并不知情 把康芙荣交给他后 便赶着回去赴命了 连茶水都没喝一口 然而该来的还是会来的 之前带着女儿去外地 那是偷偷摸摸 瞒过了所有人 如今女儿却是被官府派人大张旗鼓送回来的 弄得是人尽皆知 这是很快传到槐树村黄秀才的耳朵里 他自然非常震惊 心说一个已死的人 怎会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呢 他可不傻 略一思索便明白 这当中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自己很能被人给当好耍了 想到这里 黄秀才气愤不已 于是一纸诉状 将康有成妇女告到县衙 知县自然不相信 世上有人能够死而复生 当即命人将康有成带来问话 公堂之上 康有成心知事情已经败露 无谓徒劳狡辩 很实实物地供认了炸死毁婚的实情 是打是罚 听凭知县处置 见他认罪态度尚可 知县缓和语气 问他 你们这样做 总有个缘由吧 莫非是你两妇女贤贫爱妇 认为黄秀才的家境高攀不上你们家 康有成连连摇头 不是 我们两家可谓门当户对 非常般配 知县皱眉 又问 那就是嫌弃黄秀才长相不济了 康有成又连忙否认 大人你也看到了 黄秀才相貌堂堂 一表人才 和我家芙蓉是郎才女貌 天作之和 知县听后 勃然大怒 力声断喝道 既然这门亲事如此圆满 你父女俩 岂不是自己犯贱 放着明媒正取的正气不大 天天要跑去给人当小妾 康有成满脸苦涩 大人啊 也不是我们父女犯贱 实在是因为我女儿天生就是给人做妾的命啊 知县听后瞪大了眼睛 不可知信地追问道 还有这种事 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康有成只得将假扮仙借宿那晚上的事情 详详细细说了一遍 在场的人听了 无不无嘴偷笑 唯有黄秀才怒不可遏 暴跳如雷 当即大声叫嚷 我与那个假扮仙素不相识 他为何要咒我 想我身康体健 强壮如牛 在他那张破嘴里 怎么就成短命之人了 秀才少安无造 知县白白手 是以黄秀才暂且忍耐 随后发下一只火签 吩咐差役 立即去捉拿假扮仙来问话 也是事有凑巧 活该假扮仙倒霉 他接个没在乡间游走 正在街上摆摊给人算命呢 被寻他的差役逮了个正着 不多时便带到公堂 瞧了一眼跪在堂下的假扮仙 知县不无讽刺地问他 素闻你 假扮仙能断人祸福前程 本官也想让你给自个算算 今日是否有牢狱之灾啊 那假扮仙跟个人惊似的 看到康有成也在公堂上 就已经猜到 大概是怎么回事了 当即可怜巴巴地说道 回大老爷话 小的左眼残疾 右肩不能挑 手不能提 故此才耍耍嘴皮子 只为浑口饭吃而已 倒是惹大老爷见笑了 知县一拍荆堂木 历生斥责 以此谋生本无可厚非 但作奸犯科就大错特错了 本官问你 有何凭据 你就敢断言 康家姑娘天生是作妾的命 又如何敢断言 他的未婚夫就是短命之人 今日你要说不出个门门道道来 休怪律法无情 见所料不假 假扮仙倒是非常识趣 抬手就抽了自己十几个大嘴巴 然后磕头如捣蒜 大人哪 算命之说 本就荒唐无稽 那天晚上 小的只是痛恨这位康大爷 为人太过小气 故此心中愤恨 才会信口开河 胡说八道 原本就是想恶心一下他 再无别的意思 小的现在已经知错 以后绝对不敢再小肚鸡肠 邪思报复了 还请大老爷宽恕啊 支线听后怒道 愿意让你借宿是情分 不愿意让你借宿是本分 你倒好 就因这点小事便怀恨在心 只顾成口舌之快 却不知康姑娘被你害得远嫁他乡 不但失身与人 还险些成为他乡之鬼 之后更是连累两地官府 派人护送他回家 如今又有黄秀才撰告康氏妇女 劳烦本老爷费心劳力审理此案 你看看 就因为你一句话 给官府 给康 黄两家惹来多少麻烦 来人哪 把这个信口雌黄的神棍拖下去 重打三十大板 以警校友 假扮仙被打得哇哇大叫 直听得康有成几倍发凉 他正心神不宁 却听支线对他说道 此事追根溯源 到底是因你而起 正所谓 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 你但凡厚道一点 这事都不可能发生 你但凡明智一点 也不会被一个神棍糊弄 你但凡是个诚实信义的人 也不会哄着女儿 做出诈死 毁昏的荒唐事来 本官问你 如今你是愿意认打呢 还是愿意认罚呀 一听终于轮到自己了 康有成颤抖着问道 大老爷呀 敢问认打是怎样 认罚又是怎样啊 支线意味深长地笑道 你若认打吗 那就让人拖下去 打上五十大板 难免要皮开肉绽 惨不忍睹了 至于认罚吗 本官前日 建成交的大于桥年九十修 却有许多孩童 上学堂须得经过此桥 若是你肯认罚 那就拿出一笔银子 把大于桥返修加固 虽说要花些银子 但修桥补路可是大功德 何况本官还会免了你的板子 如何抉择 你自行斟酌 看着打完板子 拖上来已经半死不活的假扮仙 康有成心里虽然十分肉疼 但还是一咬牙 说 能为本县孩童做点事情 小人自然十分乐意 那你是愿意认罚了 很好 本官也不会多要你一分一毫 待明日工匠到现场勘查后 估算出所需银两 到时本官自会派人到你家中去取 等到桥返修完毕 若是还有剩余 本官也会还你 当然 若是不够 你也得补上 你一下如何 康有成现在还能说什么 只得点头不迭 哭丧着脸说 但凭大老爷做主就是了 小的并无意义 支线点点头 继续说道 关于你们两家的婚事 既然你一心想让女儿给人做小妾 那本官就成全你 本月十八就是黄道吉日 你回去准备准备 到时候好生打发女儿出门 按照约定 把她嫁到皇家去 康有成虽然极不情愿 但官府的判决他又岂敢违抗 带到大鱼桥翻修一新 卖女儿得来到千两白银花 光了不说 他还倒贴了几十两 可谓是偷鸡不成 还十把米 而更可气的是 女儿终究还是嫁给了黄秀才 只是让假扮仙一语成衬 如今正妻是当不成了 到底只能给人做小妾 康芙荣出嫁那天是万人空下 满城的人都来看笑话 一个斤斤计较的小气鬼 遇到一个心胸狭窄的神棍 弄出这桩啼笑皆非的闹剧 在很久之后 这是都被当地人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康有成是懊悔不及 而假扮仙的名声也臭了 再也无法在当地立足 只得背井离乡 外出谋生去了 爱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故事发生在明朝时期 在一个名为天水镇的地方 有一个少年正在院里劈砍着木柴 此时一个妇人早已经累到在地 她望着不断挥舞着柴刀的少年 眼神里尽是心疼之意 少年名为叶峰 旁边的妇人便是她的母亲王室 母子俩平日里便靠着砍柴为生 如今王室上了年纪 体力也是越来越差 因此叶峰总会抢过柴刀 让母亲好生休息 叶峰的父亲乃是一个有名的富商 从小他便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可是原本富裕的家庭 却由于一场意外的出现而破裂 那天叶峰的父亲 一大早便坐着马车出门了 结果到了晚上都没有归来 这可急坏了王室 因为丈夫说过天黑前便会返回 于是王室便准备安排下人外出寻找 也就在这时 叶家的马车便回来了 王室见状不禁松了口气 可不等他开口 那马夫便颤抖地说道 夫人 不好了 老爷他出了意外了 闻言王室浑身一颤 便赶忙来到了马车旁查看 可是这眼前的一幕却令他险些 昏倒在地 因为此时的丈夫浑身是血 气息也是越来越微弱了 于是王室赶忙让下人去请郎中 但是丈夫的伤势太重 没有挺到郎中到来 便彻底断了生机 这一夜叶家的天塌了 王室也是哭泣了一整晚 他没有想到丈夫竟然会意外离世 这可让他们娘俩怎么活呀 带道处理完了丈夫的丧事 叶家的产业突然被其他的同行联合攻击 王室对这商业知识一窍不通 所以仅仅几天便将家中所有的积蓄都赔了出去 母子俩就连那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于是王室只好带着年幼的叶峰来到了天水镇 他卖掉仅有的一个首饰 这才换来了一间破旧的茅草屋 母子俩便在这里相依为命 王室望着大汗淋漓的叶峰 心中很不适滋味 他作为母亲 根本就没有让叶峰过过一天好日子 跟着自己是又受苦又受累 不由的鼻子一酸哭了出来 叶峰听到母亲的哭泣声 赶忙跑到母亲身前安慰道 娘您怎么哭了 是不是风儿做得不好惹您生气了 看到如此懂事的叶峰 王室便一把将其拥在怀里说道 风儿没错 都是娘亲不好 让你一直受苦受累 文言 叶峰不禁笑道 娘 风儿才不觉得苦呢 等我长大我一定要学好本事 让娘过上好日子 看到叶峰坚定的模样 王室不禁心声感动 他轻柔地为叶峰擦去额头的汗珠 柔声说道 娘相信你 我家风儿最有本事了 可是 王室心里明白 如今他们没人没事 想要出人头地是多么的困难 本想着安慰叶峰一番 没想到就在几天后便迎来了命运的转折 这天叶峰和母亲背着木柴准备出门 他们需要步行到旁边的小镇里 那里有一个集市 虽说距离不近 但是每次都能够卖个好价钱 母子俩边走边吃着干粮 这干粮乃是叶峰从山上捉到的野兔野蜀 将其做成肉干食用 虽然味道一般 但是极为的顶饿 约莫两个时辰之后 母子俩终于是感到了急市 此时已经有很多人来此出摊了 王室带着叶峰四处寻找 想要找一个好一点的摊位 可就在这时 人群中突然一阵骚动 叶峰望去 发现竟然有一辆旅车失控了 那旅车正朝着人群飞快地跑去 人们见状纷纷躲闪开来 可突然叶峰发现 有一个老乞丐却被别人击倒在地 而那旅车前进的方向便是这里 于是叶峰二话不说便朝着老乞丐跑去 王室一看不由地大惊 赶忙出声道 风儿快回来 那旅车拦不下来啊 王室的话也是惊动了周围之人 人们发现叶峰想要救那乞丐 不由地讥讽道 真是不知死活的小子 自己找死谁也就不了你 叶峰却只有一个想法 便是去救下老乞丐 那旅车距离老乞丐还有一段距离 叶峰认为自己能够在旅车到来之前将他救出 可是叶峰却是估计失误了 当他到达老乞丐身旁的时候 旅车也已经到了 情急之下 叶峰便一脚将那老乞丐踹开了半米 随后就看到叶峰被那旅车撞飞了出去 瞬间便砸烂了身后的摊子 王氏见状大脑不禁一片空白 他跌跌撞撞地来到叶峰身前 发现此时的叶峰浑身都是血迹 吓得放声大哭 王氏扑通跪倒在地大喊道 谁来救救我的孩子啊 我愿意为你们做牛做马 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吧 可是周围的人谁也没有一动半步 不知道内心在想些什么 就在这时之前被叶峰救下的老乞却走了过来 只见他从怀中掏出了一根银针 对着叶峰便扎了过去 王氏本想着阻拦 却被老乞丐一句话拦了下来 莫动 我这是在救他 见状王氏只好站在原地祈祷奇迹的出现 就在老乞丐下针之后 那叶峰身上的血便止住了 如此神奇的一幕 让大家是叹为观止 王氏也是激动不已 随后又见到老乞丐再度失真 那叶峰原本苍白的脸色 竟然渐渐地变得红润了起来 片刻之后 叶峰终于是睁开了眼睛 如此神奇的一幕 让大家是震惊无比 突然有一人开口道 我知道了 他就是神医无三针啊 传闻他早已经归隐山林 没想到竟然成了一个乞丐 文言 大家也是意外不已 无三针的名号 他们谁没听说过 据说 只要这人 还有着一口气便能够就回来 于是大家便轰然 而上前去拜访老乞丐 可老乞丐却没有理会 而是对着叶峰笑道 孩子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你可愿做老夫的弟子 老夫愿将这一身的医术都传给你 文言 全场哗然 谁能想到 无三针竟然亲自收徒了 当初找他拜师的人数不胜数 而且开出的条件也是极为的丰厚 但都被无三针拒绝了 没想到无三针竟然会收一个少年为徒 让他们心生极度 叶峰强忍着身上的剧痛 他跪倒在老乞丐身前恭敬地说道 师父在上 还请受徒儿一拜 老乞丐满意地将叶峰扶起 随后便和王室一起掺着叶峰回家了 望着老乞丐离开的背影 大家不禁心中后悔不已 若是之前出手的是他们 恐怕如今这好事便会轮到自己了吧 在回家的路上 老乞丐也为叶峰买了点调理身体的药材 在他的一番治疗下 仅仅数日叶峰便全然恢复了 之后叶峰便开始跟随师父学习医术 这医术极为的枯燥 像叶峰正是完的年纪 所以老乞丐并没有对他严格管教 可是叶峰却没有放松半课 早早地便完成了师父的任务 因此 吴三针对叶峰是越看越满意 便决定将自己的针法传授于他 吴三针将叶峰叫到身前说道 徒儿 从今天开始 你要开始修炼内力 这三针只有在内力的操持下 才可以发挥最大的功效 只见吴三针 从怀中掏出了一门修炼内力的古书 叶峰接过古书 心中也是激动万分 于是便在师父的指导下开始练功 如此一坚持便是三年 如今的叶峰也已经长成了一个壮硕的小伙子 此时院落之中已经挤满了来此看病的病人 原来就在一年前 叶峰便已经将针法练到小城了 如此天赋让师父也是激动不已 没想到他误打误撞竟然收到了一个天才 于是这一年的时间 叶峰的医术便是名扬万里 经常会有病人不远万里来找他看病 也因此家中的日子是越过越好 而吴三针则是选择了离开 让叶峰很是惋惜 因为他知道师父早已经看破红尘 只愿在这人世间去寻求感悟 这天叶峰看完了最后一个病人 已经是到了深夜 王氏赶忙端来了一碗鸡汤递给叶峰道 峰儿 若是累了便少看些病人 要以自己的身体为主啊 如今的王氏看上去非但没有衰老 反倒是年轻了几分 这也多亏了这些年叶峰为他调理身体 再加上条件好了 王氏再也不用辛苦劳作了 叶峰喝了一口鸡汤 随后便说道 娘 人家大老远来找我看病 我哪有拒绝的理由 您放心 我修炼了内力 这身体壮得和牛一样 望着精神满满的叶峰 王氏这才放下心来 如今啊 他也就盼着儿子能够早些成家他便知足了 只不过叶峰一直推托此事 因为这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病了 第二天一早 叶峰正在院里练功吐息 突然大门被敲响 叶峰只好停下来前去查看 开门后发现一个老者正站在门外 老者见到叶峰出来赶忙行礼道 在下是周府的管家 特来请叶神医前去为我家老爷治病啊 闻言 叶峰不禁一愣 他所说的老爷定然就是那周园外了 据母亲所说 这周园外与他的父亲乃是旧事 当初父亲出世之后 若不是周园外出手 恐怕他们母子俩早就被那群奸伤所害了 因此叶峰便答应了下来 于是在和母亲打了招呼之后 叶峰便跟随管家离开了 这一路上叶峰发现管家似乎极为的紧张 总是打量着四周 而且这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可就在路过一处乱坟岗时 叶峰这才知道了原因 只见一群骑马的大汉突然将他们拦了下来 那群人一个个的都是黑纱蒙面 看不清面貌 管家见状不禁大惊 其中一人便说道 你这老头 我早就说过 若你敢再请郎中 我定然要你的性命 闻言管家不禁怒喝道 你们到底受何人指使 我家老爷积德行善 从未招惹过任何人 为何你们却要做出如此之事 可那大汉显然不愿回答管家的话 便朝着马车围杀而来 管家见识不妙 赶忙对着叶峰说道 叶神医 一会我来挡住他们 你驾着马车快逃 闻言 叶峰不禁心中意暖 只见他风轻云淡地说道 老伯 您就好生休息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说罢叶峰便一个腾空落在了马车前面 只见一个大汉已经持刀赶来 只见他挥舞着大刀 便朝着叶峰踢砍而去 管家见状不禁大喊道 叶神医小心 万万不可冲动啊 话音刚落 就见到叶峰从手中弹出了一根银针 那银针速度极快 眨眼间便射入了那大汉的死穴 使他瞬间就从马背上跌落在地 身上的生机已然消失不见 见状其余 几人不禁一愣 互相看了一眼 便一共发起了攻击 叶峰不紧不慢地从怀中取出了几根银针 对着那几人便是飞射而出 那银针在叶峰内力的操控下似乎长了眼睛一般 十分精准地便射中其余几人 一时间所有人都跌倒在地 与之前不同 这些人并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身体无法动弹罢了 见到如此一幕 管家不禁对叶峰又高看了几分 没想到一个郎中竟然有着如此高的武技 突然管家上前一把扯下了那几人的面纱 见到这真面目时 管家不禁大惊 他怒喝道 老爷平日里待你们不薄 没想到你们竟敢做出如此之事 我定然不会轻饶了 你们 说罢管家便将几人都塞进了马车带回了周家 可是无论周家如何审问 这几人都没有说出背后的黑手 于是周家也只好将他们送到了官府 随后叶峰便开始为周园外施针 过了一个时辰之后 叶峰发现这银针竟然都变成了暗黑色 显然是有人在暗中给周园外下毒 带到这毒素都被叶峰清理掉 周园外瞬间感觉浑身一清 仿佛自己都年轻了几岁 于是周园外对叶峰甚是感激 周园外说道 若是叶老哥还活着 定然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闻言叶峰也是心头一酸 周园外继续说道 不知叶神医可曾婚配呀 叶峰摇头道 在下未曾婚配 周园外不禁笑道 如此甚好 我周家之女周东梅恰好 到了出嫁的年纪 今日老夫便自作主张将她许配于你了 闻言叶峰不禁一愣 随后便见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走了进来 叶峰不禁看得有些入神 周园外看到叶峰的意样不禁轰然大笑 于是叶峰便答应了下来 周园外心情大好 将二人的婚事定在了三日之后 叶峰提出回家将母亲接来 周园外便安排了最好的马车送她前去 半日之后叶峰终于是接到了母亲 就在二人快到周家之时 叶峰远远的便看到一个阿婆倒在了树下 叶峰二话不说便冲到了阿婆身旁 她赶忙为阿婆检查了起来 发现阿婆并无大碍 只是多日不曾进食饿晕了 于是叶峰便为阿婆买来了吃食 待到阿婆恢复之后 对叶峰是感激不尽 叶峰又拿出了一些银两送给了阿婆 阿婆接过银两很是感动 阿婆望着叶峰不禁问道 请问你可是叶神医 叶峰点了点头 阿婆见状不禁一惊 她赶忙低声说道 叶神医 待你大婚之日 万万不可同房啊 切记 切记 说罢阿婆便四下张望了一番 生怕这话被人听了去 随后阿婆便急匆匆地离开了 叶峰便将阿婆的话悄悄记在了心里 于是几人便来到了周家 周园外第一次会亲家 自然不能施了礼节 便备上了丰盛的饭菜来招待王室 在饭桌上 叶峰也是发现了另一个女子 此人名为周采蝶 据说是周园外收养的一女 不过此女似乎不太友善 随意吃了几口便离开了座位 让周园外也是有些不解 很快叶峰的大婚之日便到了 此时周家已经挤满了 前来祝贺的宾客 一众吓人也是忙碌万分 不过每个人的脸上 都洋溢着喜悦的表情 就在这时 管事高声喊道 及时已到 有请二位新人入场 话音刚落 随即便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而叶峰两人也随之缓步而来 感受着大家的热情 叶峰心中甚是欢喜 随后仪式过后 叶峰便留下来敬酒 周园外对自己的女婿甚是爱护 待她喝得有些酒意后 便让她离开了 于是叶峰便朝着洞房赶去 俗话说春宵一刻值千金 他可不能错过了这人间美事 很快叶峰便到了那洞房之内 此时她看到妻子正端坐在床边 借着酒意叶峰不禁心中躁动了起来 于是叶峰便要朝着妻子扑去 可突然之前 阿婆的告诫出现在了她的脑海中 让叶峰的动作不禁慢了半分 就在此时 妻子突然手持一把匕首朝着叶峰次来 幸亏叶峰慢了这半分 她猛然扭转身子躲避 不过那匕首还是将叶峰划出了一道口子 不过并无大碍 叶峰瞬间便酒意全无 手袖中突然出现了一根银针 一击便将妻子控制住了 叶峰上前掀开妻子的盖头 发现竟是一个男人 叶峰大怒 便将他抓到了周园外的身前 周园外也没有想到此人会如此大胆 于是在他的严加拷打下 此人终于说出了幕后之人 竟是那周采蝶 等周采蝶被抓住时 非但没有害怕 反倒是一脸怨恨 周园外不禁问道 你为何要做出如此之事 文言周采蝶不禁怒喝道 还不是因为你偏心 将这周家的产业都交给亲生女儿来打理 而我什么也得不到 既然如此 我只能自己来争取 文言周园外不禁说道 你这孩子为何会如此想 东梅心思缜密 适合经商 而你天性爱玩 自然无法去经营店铺 可是东梅有的你也一定会有 我一直将你当作是我周家的亲生骨肉 听到周园外的解采 彩蝶不禁浑身一颤 是啊 他从来都没有主动问过父亲 只是靠自己的猜测 因此这层血缘关系 他从小便极度的自卑 生怕周家抛弃了他 如今事情成了如此地步 周家还容得下他吗 此时周园外继续说道 之前的毒也是你下的 找人伏击郎中也是由你所为 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只因为你是我的女儿 不过今日之事还需由叶峰做主 听到周园外的话 周采蝶早已经哭成了泪人 他心中无比地后悔 他如今真心地悔过了 他想要去弥补自己的过失 于是采蝶扑通便跪倒在了叶峰身前不住地磕着响头 叶峰见状也是微微一叹 随后便上前将他搀扶了起来道 家人万万不可猜疑 如今你诚心悔过 我便给你这次机会 若是你日后再犯 我定然不会轻饶了你 文言 彩蝶不禁大喜过望 而周家之人也为叶峰的大度而赞叹不已 自此以后 一家人再也没有出现过矛盾 齐心协力一起将日子越过越好 任谁看了都是羡慕不已 叶峰的命运很是坎坷 但是他的善良却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了他 叶峰救助吴三针 将他带上了学医之路 叶峰救助周园外 因此遇到了自己的命众人 叶峰救助阿婆 从而躲过了这致命一击 由此看来善良之人 自然会有神助 而那些行恶之人 最终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以此也告诫我们在生活中 要多行善事 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坚持去做好 运自然便来了